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当它有硬结肿块一直没有好 那你没有帮它解决 它以为它好 对 会有什么现象呢 以后这种东西 它硬结肿块它以后就会恶化 所以我们也看到一个之前 我们学员 他来听我课 然后我也帮他按 结果那个硬结肿块小小的 也好像有比较好 他就不管它 结果经过一年 它从第一类型变成快爆掉了 第二形态到第三形态之间 那这个就是我说的硬结肿块 在还是一个要处理的 不能轻乎 是这样 如果处理有在处理 你像美国志工帮他这样处理 其实也不会恶化 我认为他也比较好 没有恶化 因为都有热源嘛 虽然按的时间不够 这样有处理 但你放任他都不处理 就不一定了 这个硬结肿块就我说的 很可能从第一个形态 演变到第二形态 有时候我会问志工 志工都是怎么回答的 我痛点都帮他解决他没有痛点 他没有痛点 这个就违反了我们书本上起讲 有症状必有体伤 体伤就是痛点 怎么会没有痛点 这个冲突产生了 不是书本写错 一定是做的人没有做到位 所以 有的时候患者会怕痛 像我叫痛他们就会停手 就觉得不要太伤 你是不是不管你 痛还是都要给你按 你忍一下忍一下 所以还是继续按 就是病患也要配合 就是你要有那个忍耐度 可以把它 不过他讲的一点 有时候要注意的就是说 他说很痛 其实真的你把痛点找出来是很痛 但我们的做法 我会看他很痛 我力量会放轻 然后以他人承受 也不要一下子 像他是知道 因为他已经按那么久 所以他能够配合 那有一些患者不配合就好 对对对 他按出来有痛 但那时候按完 你有没有肿胀 肿胀很厉害 肿胀很厉害 比原来更大是吗 更肿 更肿 但是肿瘤 但是里面的肿瘤马上松软 只是他变肿 像一个小面包一样 本来我很平坦 可是他突然就变得像小面包 这样鼓起来 然后你摸得有点烫烫 自己有点害怕 就说怎么会肿起来 好像肿起来变不对 那也很怕里头的组织有受伤 因为理事是很用力的在按 他一次差不多都会给我按了两个下 那你那个肿害怕 经过几天那个肿才消 马上就消了 他当场按就当场去消了 有些当场消 他几乎当场就消了 他当场 有一些他没有就是按完 他回去才开始肿 也有这样 他患者就怕怕了 他是当天就肿胀好了 稍微消下来 那有些要经过两三天 我就跟你讲嘛 这个过程中按完 他会肿 甚至肿胀 看起来好像 小馒头一样 小面包 这个是过程 他是属于第一类型 所以才会有这种感觉 其实很多乳癌患者不知道 如果按到深层 他其实会有肿胀 所以我们的志工第一个不敢按 就是按表层 所以他好像处理六个月了 好像也没就是那个硬结肿胀 我们硬摸 有比较小一点 可是那个进度是非常缓慢 有进步 有进步 还是有进步 但是来这里的时候 我们第一次接触是摸起来 还是硬硬 对 我的感觉就是没有揉进去 我第一天我就跟他讲 不够进去 不够进去才会揉半年 那半年怎么可能 才进展那一点点 那就不对 那就是按得不到位 一般其实是第一个 他们轻 然后揉的角度也不对 角度对 因为他们比如说这个是 他们揉就直接按下去这样揉 而我们是要往根部 就是这个肿瘤的根部 那这样顶进去 那个力量才会出来 然后一手扶着 一手顶进去轻轻的 这样就出来 那但是他已经感受 我那个力量很大 他按第二次我就出血了 就乳头那边就出血了 他不是马上叫张医师进来看 对对对 张医师就说这样是可以 是好现象 不是不好的现象 那第三次又在出血 是 然后他发现说 我的乳头旁边的那个小点也是 也是换部 不是光底下 因为我们一直集中在 那个大的肿瘤嘛 可是上面乳头四周 那个小 乳硬的地方 对 就是我 乳师是说那个如果不按掉 以后长大也会爆掉 对 所以他就从那边又帮我按 也是痛的不得了很痛 那你又比根部痛 对 因为之前大家都只重视根部 对 那事实上你根部处理完 还有一个问题 往上还要找 找卤硬这里乳头 还有没有痛点 然后找 哇更痛 比根部还痛 是 然后帮他按完 现在这里应该比较松软 松很多 松很多 对 松软很多 这里如果不处理 以后还是 是一个悟患 好 请老师补充 好 这一个患者 他那个乳 胸部 它是属于第一类型 就是摸起来就是有硬结肿块 那整个过程中 大家也听到 那里面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这些硬结肿块 一定有痛点 但有一些志工 因为他不敢按身 他以为大概就这样 没有什么痛点 那这里也举一个 我也举一个说 以前他也有硬结肿块 然后经过他自己回去处理 可能也不到位 那经过一年多 哇整个那个原来的地方 就变很大 变成第二第三类型 我举的例子 就是我们第二个影片 那一个例子 就是他 之前他来 我有帮他按堆 就是一个小硬块而已 那我教他怎么按 回去 他们以为就这样按 可能也按不到位 没有想到 一年后 哇整个肿瘤就变得那么大 他自己也吓到 那还好 因为他最后又回来 大家也看到第二个影片 他消的速度那么快 他也就比较放心 所以我们遇到硬结肿块 尤其这些乳癌患者 都不能轻忽啊 这些小的症状 你一定要帮他患处的痛点按开 那按的时间到底要多久呢 以患者能承受 还是这一句话 就是有些患者 如果体力已经很虚了 按久 他可能会很累 那我们的时间可以缩短 如果你看他属于第一类型 体力又好的话 有时候就不用很客气 因为他体力很好 那局部这样按 他也不会怎么样 所以这要看患者的年龄体力 如果年纪大了 按推比较容易累 那我们就可以手下流行一点 但也不能按了都没有痛 就是说遇到痛点 他一说痛 我们就轻轻 这样也不对 如果他实在很痛 情况又感觉一定要慢慢揉开 那由轻而重 甚至可以不断在推的过程中 涂姜粉泥 这样来做 他一方面有按推 一方面有热源进去 那这种痛都可以减轻的 所以也这个患者属于第一类型 那还要补充一点就是 很多患者遇到这样 你要跟他先说明 就是按的过程中 如果按到深处 患者那个硬结肿坏 他会突然间变肿胀 一般患者一变肿胀的话 他就怕了 哇 我本来好好的 结果你把我按得 整个都肿起来了 那表示你们有问题 其实不对的 其实肿胀之后 那个硬结肿坏就会变松软 刚刚这位患者 就是在分享这样 他本来很硬的 但一肿胀之后 这些硬的地方反而松软 所以他是一个修复过程 必经的正常现象 所以要跟患者讲清楚 你那个硬结肿坏 按到深处 一定要注意 如果肿胀这是好现象 特别强调 让他不要害怕 要不然有些患者 一害怕了 以后就不敢给滋空按 这个观念 要跟他们讲清楚 那到了第二到第三类型 爆掉的时候 那个有时候会流很多组织液 血液 这个也要跟患者讲 因为患者有些 一遇到血 他们就怕了 怕了就不敢再按 那结果肿瘤又长回来 大家也看到像第二类型 刚刚第二个影片 它爆掉之后流出来之后 整个肿瘤就消了 而且消的还蛮明显的 所以这是一个修复的正常现象 也请患者不用太担心 好 我就补充到这里